嗨 英语讯划的观众们大家好 记得Talinchin目前的位置呢 在我们高雄左营的这个年词会馆 今天呢是我们第十届台湾小姐选美的总决赛 然后目前的位置呢看到呢 我们呢入围的嘉丽们都做最后的准备了 代表呢在呢下午两点钟的总决赛 我们就会呢选出前五名 会代表台湾呢在今年年底明年呢 参加世界各种的选美比赛 那在呢入围的嘉丽当中呢 有一位呢非常年轻只有十九岁的郑玉琦 就在我的旁边玉琦你好 哇 你只有十九岁 是不是这是入围的嘉丽最年轻的 不是 还有十八岁的吗 还有十七岁的长期 那老师请问一下预期 我们知道台湾小姐的选美 要经过初赛 副赛 泳装 然后活服来到今天的总决赛 前面已经过了四关了对不对 心情怎么样 哇 心情是会紧张 那你们跟我们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就是说为什么会决定 参与第十届的台湾小姐选美这样的一个盛事 为什么想参加 那我观众朋友就非常喜欢舞台 演了她舞台这个角色 而参加台湾小姐这个场景比赛 让我更有自信 站在舞台上 不管是唐固还是礼儀橘子 都是台湾小姐全面出来的 我非常感谢台湾小姐给我这个舞台 所以本身的话呢 就是很喜欢这个舞台的这个表演啊 对不对 那唐琳老师请教您 在前面四关 初赛 副赛 泳装 佛服 那个比赛过程 你会紧张吗 对 也是会 难免都会 那你是怎么样克服舞台上的紧张 有没有什么秘诀啊 我一站上舞台就感觉紧张感受 因为对观众就是我最好的紧张 是这样子的感觉 站上舞台就不紧张了 是不是 好 那今天的话是总决赛嘛 我们知道在今天的总决赛 要选出前五名 那其他的就是第六名 如果以这样子预测 你认为自己的实力大概是怎么样 大臣 我敢说 预测没关系 我会尽全力的在签字席给大家 希望大家能支持自己 就尽全力就对了 那我再请教我们这个预期 你个人觉得你比较优势的部分是在哪一方面 自信 自信是很有优势就对了 那比较呢 不足的地方呢 你认为是在哪一方面 我觉得比较不足的 目前还没有不足的 还没有不足的 那非常的好啊 对不对 然后你在今天的比赛 你编号是几号 我是7号 是7号 所以这个号码今天是不会变就对了 对 哇 叫Lucky7 你们这个号码是怎么样选的 是抽的吗 还是怎么样 我们是抽签决定选学的 哦 那你抽到7号那时候的想法融合 这个号码满意吗 非常高 很久跟Lucky7一样 因为我们就想到Lucky7了嘛 对不对 对 那你们跟观众朋友说一下 今天是总决赛 这个总决赛要有几关呢 几个关卡要够放 总决赛总共分成三关 第一关是晚礼服 就是目前你穿的这一件吗 是晚礼服 哦 第二关是泳装 第三关是乞讨 哦 乞讨 哇 所以的话你都准备好了就对了 对 你都准备好了 我们的泳装是自己选 还是大会安排的 我们是大会安排 统一一起的 哦 统一一起就对了 那跟我们泳装比赛 那个泳装是一模一样还是有变的 不一样的 还是不一样的感觉 哇 那是不是在总决赛会有机制问答这些部分 对 哇 那机制问答 你怎么准备机制问答呢 我觉得就很开心 照自己心理想的回答完 是 那我们现场来模拟一下好不好 哦 来看看机制 对啊 那我要请问一下呢 我们郑玉琪 哦 来 请问一下玉琪呢 您个人哦 对于我们现在社会上有没有 有些人很无聊 然后会放过假新闻 造成社会的动荡 哦 那你个人有什么看法呢 关于这个问题 我认为假新闻事件是媒体所造成的 而我认为就是 当然 当然 当事人要当场怀疑 也要当场说明情况 但我相信 比较新闻中一点 也是会被破解的 所以大家不要因为相信新闻 要追求原始的因素 我认为了解 哇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有实力 好 第二个问题哦 主持人汤薛老师在请教您 哦 我们知道现在在这个台北呢 这个板桥高中 他们开放呢 男生也可以穿裙子到校园 那这个事件呢 也引起很多家长的捕发哦 跟呢 这个抗议哦 那请问就这样一个事件 你个人有什么的评论跟看法呢 我认为 男生穿裙子这件事情 就跟女生穿裤子一样 男女平等 我也尊重男性 相信男性穿裙子也是 每个人的男子 我也觉得尊重 而这少人穿裙子这件事情 也同时 是啊 像西方国家也有人 就是穿裙子 男生需要穿裙子的 这样子 我认为这样子 就是 感谢一个台湾民主化的社会 而且也这样的尊重男性 现在有男性 就是 比较喜欢女性化 也有女性的喜欢男性化 我站在中立的理想上 我认为这样是一个很好的系列 就这样子 很厉害 尊重男人的工作 非常的好 那最后一个问题呢 请问你来自哪个县市 我来自高雄市 哇 高雄市 那你们跟我们观众朋友说一下 如果呢 我们到高雄旅游的话 你会推荐哪个地方呢 为什么 我一定会推荐高雄的西芸 还有西芸 因为我个人非常喜爱吃美食 还有海鲜 而西芸 跟西芸 这个地方是这么多海鲜 所以一定要来品尝哦 好棒哦 哇 你看一下 好有机智哦 都不会直螺丝 哪里 那也再次呢 谢谢 我们郑玉琦 接收记得Tonincham的独家采访 那也祝福你好不好 今天的成绩 就像呢 您的新年号码 一样很lucky 好不好 好 谢谢你咯 我们英语区很棒 下次见了 拜拜